expenditures 受到地緣政治局勢等因素影響 熱錢除涌入黃金避險 加密貨幣亦受惠 水漲船高 有價有市 在星期四下午的五時多 一個內地男人報稱 受到內地老闆所托 在找換店提取一百萬現金之後 去到紅磡一個工業大廈 以便宜價購買太大幣 但突然有四個男人闖入單位 爛套截劫 並且用兩把牛肉刀指揭 但叫不要動 劫去了一百萬元 警方重案組接案之後 在即日就在紅磡區 拘捕一個56歲的本地男人 據知疑犯是上述單位的租客 他正被扣留調查 他喊十八毛 這樣就要掛牌吸濕大象 四合一掛裝了 給衣物四重保護 掛在衣服旁邊 直接防蟲吸濕 吸濕大象 四合一防蟲吸濕掛裝 什麼事?你又不吃東西? 胃又不動嗎? 爸爸幫你按摩一下肚肚,好嗎? 天魚爸爸星期四 在網上跟身女兒的情況 說小天魚近兩天長度 沒辦法餘動 無法消化食物 因此需要暫停餵食 被迫在胃裏抽出奶 改為輸葡萄糖水 另外,由於不可以持續 在同一個位置抽血 小天魚身上可以用的血管已不多 目前院方將會暫時停止抽血 以免造成痛楚 他又交代過人抗癌進展 他去年確診惡性肌肉腫瘤 並已進行切除肺炎癌細胞手術 經過55次電療 4次化療後 說自己的病情已有明顯的好轉 癌症指數已回到正常水平 之後還需要多做3次化療 叫女兒一起加油 那你也要加油 知道嗎 嗯 爸爸知道你很努力的 對嗎 爸爸很疼 小天魚2020年5月 在瑪麗醫院接受手術期間 因為醫療事故變成植物人 2、3年12月底更開始出現心臟衰竭 天魚爸爸說最近收到很多朋友問候天魚的近況 再次感謝大家對天魚的關心 他又說他們獲得到很多市民的幫助 所以近期他有空時都會去做義工 希望盡力回饋社會 壞人脫瘤做事沒有交代就聽得多 但是想不到真正的脫瘤會在飛機發生 整個輪子在飛機上跌下來很恐怖 看看地面發生什麼事 多架車輪懷疑被天上脫瘤波及 車頂被砸凹 幸好是車不是人 如果不是後果難以想像 美國聯合航空星期四一格 由三藩市飛往日本大阪的航班發生脫瘤事件 航班需要轉飛落參加機 三藩市國際機場表示 攝氏飛機當時正在起飛 但就突然脫瘤 那瘤跌落到機場員工使用的停車場上 導致多架車輪受損 事發後三藩市國際機場 一度關閉其中一條跑道 而該航班起飛25分鐘後 改飛落參機安全降落 機上249個人都沒有受傷 基本法23條草案 在星期五早上刊憲 名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而在當日早上的11點 立法會隨即開大會審議草案 為23條草案負出手毒和疑毒 接著在下午就召開法案委員會會議審議條文 整份草案一共有212頁 在各項罪行的刑罰當中 以叛國罪、叛亂罪的刑罰最高 亦經定罪可被判處終身監禁 而如果涉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就會額外加刑 草案也建議 總警司級以上的警務人員 可以申請延長危害國家安全被捕人的激留期 由目前的48小時 要求在未落案起訴的情況下 每次延長7天激留期最多14天 我們期待在今日下午開始舉行的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 向委員進一步解釋條例草案的細節 並會充分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以及盡快完成審議 就此我代表特區政府 感謝立法會的充分支持和配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說 基本法23條立法已耽誤了26年 政府和立法會要攜手盡早完成立法 大家是盡一切時間去做 我知道有些議員已經來往北京兩次 有些在外地做事都留下回來 這是他們的責任 亦都我想是他們的榮幸 法案委員會在完成審議條文之後 會到內會匯報再上大會 梁君彥就說現在是靜候佳音 目標是做一天第一天 整個地下都是黃泥水 原來是爆水管 星期五上午9點多 旺角度近花園街市政大廈對開 有地下的食水管爆裂 大量黃泥水湧出來 有約1米高的水柱 車走過都淺起水花 水務處人員到場山水祭 還說是一條300毫米直徑的食水管爆裂 事故對附近一帶供水沒有影響 經典漫畫龍珠IQ博士的作者 漫畫家鳥山明上星期五 因為急性硬膜下血腫細細 享年68歲 工作室星期五發聲明說 鳥山明創作超過45年 多謝各地粉絲的支持 並且公佈喪禮僅限親人參與 希望鳥山明的作品能夠繼續受大家喜愛 消息傳出後 海賊王作者美田榮一郎 火影忍者作者案本齊史 和習英社都發文悼念 美田榮一郎就說 再都見不到鳥山明覺得很悲傷 鳥山明出身於名古屋 1974年高中畢業後做過設計師 他1977年開始創作漫畫 最初在周刊少年Magazine投稿 在1980年代他的代表作之一 IQ博士敏世 令他開始爆紅 他在1984年開始創作龍珠 這套作品連載四十多年以來 深受世界各地漫畫迷中意 改編成動畫、遊戲和電影 鳥山明也晉身成為國民級漫畫家 西岸和青島開放自由行 他們的旅客和其他城市的旅客有什麼不同呢? 不如來看看已經來過香港四次 青島未吃KOL八素素 他會帶幾個青島朋友去哪裡玩呢? 第一站 遊覽尖沙咀為港 坐天星小輪過海 之前也是自由行 自己會提前做一些攻略 會問一下本地的朋友 就是一些本地人經常去的一些消費的場景 因為我感覺這樣的話 會不只是為了來打卡而接近於香港本地的這種本身的生活 之後來到金梓京廣場打卡 不過似乎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更加吸引遊客 朝早行程就比較刊火 下午就看一些港美的景點了 他們去了參觀大坑火龍文化館 然後叮叮去銅鑼灣 更加光顧一間人氣麵包店 口碑保免不宜 我就想過來試一下看它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它比安德魯蛋塔好吃 吃完茶點當然少物免要去商場購物 今天的行程大概來到這裡 他們未來幾天計劃會去廟街 太平山山頂和半島餐廳繼續吃賣玩 有電腦零件 電子煙和雪卡 還有這些名貴保健食品 全部都是海關近日偵破兩單內河船走私案的貨物 市值大概2.1億元 海關先後在2月29日和3月2日 在兩艘分別前往澳門和廣州黃埔的內河船上 檢獲這些貨物 如果走私成功 估計可以投稅1億元 當中單一貨品價值最高的 是這些一瓶一瓶的保健食品六胎數 估計每瓶售價達到5000人民幣 海關又說 不法分子選擇流動性較高的內河船走私 又說航線相對不固定 內港亦都有不同的上落貨點 比較容易逃避海關人員的偵查 而據海關的調查顯示 案件涉及境外的中介人 操控本地空殼公司進行走私活動 案件仍然在調查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